为离让行人 山山洋庄富人过马路 货车在路口左转 却完全没有离让 直接把人撞倒 另一头同样行人走斑马线 都已经快走到一半 轿车还是转弯冲进来 人差点被卷进车底 闯红灯教室 机车骑士停在路口待转 过没多久有绿灯转成了红灯 而骑士见状开始加速横跃马路 没有想到对象一辆轿车突然闯红灯 冲过路口 当场就把骑士给撞飞 先是倒灯轿车引擎盖上后 接着惨摔倒地 仔细看当时轿车驾驶 发现骑士之后 第一时间还想往左闪 但速度太快还是撞了上去 而驾驶见状赶紧下车查看状况 其他的路人经过 也纷纷围了过来 要关心骑士受伤的情形 超速失控 当时一辆千万蓝宝绝尼超跑 因为车速过快失控 追撞隧道内施工的工程车 导致工人和驾驶女友不幸身亡 这样的交通你安心吗 放线车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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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名骑车骑士 为了赶时间 竟然骑在公车专用道上抢快 没想到下一秒 上下班时段 屡屡传出夺命交通意外 就是因为庞大车流量 劳工最不安全的时候 竟然就是通勤时间 不然有时候会清晨 对 那时候就会很累吗 很累啊 因为就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啊 最容易发生通勤意外的行业 以制造业居罐 每年超过5600件 而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 也占了将近三成之多 马路成了另类劳工杀手 上下班发生交通意外 五年内都能申请植栽 但如果绕路购物 接送小孩等 就不在植栽的给肤范围 双北地区上下班 马路上全是车辆 加上上下班 不少人赶时间车速快 才会让通勤发生 举载的比例 一年比一年高 行人走在斑马线上 却没有驾驶礼让 身穿黑色上衣戴帽子的男子 对此愤怒到摊开双手 在魁北克 驾驶没有礼让行人的习惯 因此有家汽车保险公司 设计一款斑马线 让驾驶不管怎样 都一定要停车 行人在马路边左右看来车 一辆红色汽车行驶而来 突然 黄色斑马线弹了起来 让驾驶紧急刹车 脸上充满疑问 一脸不可置信 行人虽然也被吓到 但可以安心过马路 斑马线上甚至还写着 斑马线保护行人 谢谢你停车 不过这项设计 也引来部分驾驶不满 认为有人可能会被 弹起的斑马线吓到 紧急刹车导致车祸发生 其实为了让驾驶减速慢行 泰国有一所学校 在校门口绘制了一条 3D斑马线 行人走在斑马线上 好像悬浮在半空中 曼谷郊区一所学校 在大门口前面 画了3D斑马线 在视觉上 线条宛如真的立体起来 让驾驶开车 能够注意前方 减速慢行 只是3D斑马线 引发不同意见 因为对行人而言 走在路上是平面 但驾驶看到的 确实有东西立在前方 有些人会马上刹车 或是急转弯 可能会适得其反 反而酿成车祸 为了摆脱这样的负面形象 交通部在今年3月底 修正道交处罚条例 无论大车 小车为理让行人先行 罚还一律调至3600元 立法院也在4月中三读通过 最快今年下半年 罚还上限将从3600 提高至6000元 我个人非常支持这样的执法 在国外 即使购马路没有行人 也一定要先停车 5月1号起 全国路口不停 让行人扩大执法 重点取缔 不理让行人先通过 等四大违规 据统计今年1到3月 为理让行人取缔 共30717件 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17824件 成长超过一倍 看得出执法强度提升了 但驾驶手法观念 仍有待加强 路口不让行人 人行道违规停车 唯一标线标志号制 停车再开 针对这事项来加强执法 不只警方加强取缔 部分路段也将采取科技执法 不管是车不让人 或行人违规穿越马路 都会开罚 希望借由强力执法 来提升驾驶和行人手法观念 彻底洗刷行人地域臭名 对不起你忘记打方向灯 好而且还没有摆脱查看 要扣32分 稍有不注意车子压到双黄线 或是忘记打方向灯 统统要被扣32分 等于直接和驾照说拜拜 因为我觉得他会这样定的话 一定是 比如说可能是有从一些事故什么的 然后去驾照的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就努力适应 可能方向灯啊 方向灯比较容易被扣 你看他方向灯只要不打 就32分 那跟我一般老手开车一样 你可能也很容易去疏忽 考照行至上路后扣分更严格 最常犯的错 位置安全带要扣32分 行驶前没有试踩刹车要扣16分 还有卫一规定打方向灯 车轮压到实线都是扣32分 一次犯规就得重新考 小小一颗半圆形造架 大百万元就像创红灯杀手 隐藏在北市各大路口 利用光学原理 车辆跑过红灯停等线 就会被咔嚓拍照 可能也会因为这样 比较注意行车安全吧 驾驶人骑士超有感 警方强调 如果只是保险感越线 但前轮还在白线之内 被拍到不会开罚 但如果是前轮整颗 跑过停等线 就必吃罚单 车辆还没有压过停止线 只是前选的部分稍微超过 这个部分我们原警 在认证上认为这个部分 可以做个圈套就不会举报 科技进步 德行交通执法精准度 尽管有抢前疑虑 但也是让民众能提高警觉 不要心存侥幸 大马路口抬头就可以看到 监视器更有较大路口 一次就挂了四数台监视器 但他们到底是干嘛的 像是这种白色长方形的 遥望整个路段 推断属于警阵 自然维护系统 一般锁定前半 逃逸路线的 大多死于这种 你可能会看到 他车道进去下去 有两只摄影机 一只是正常的 另外一只他就专门制造车牌 然后两个监视器画面 他就可以做比对 其实监视器外观各异 功能差异的决定因素 在后台程式 甚至现在的摄影机 还能远端拉远拉近 转向样样都能做到 而一般民众要小心的是这种 旁边挂上橘色牌子 雕示科技执法 这可是专抓交通违规 那就镜头的部分呢 我们主要科技执法的镜头 主要有分长镜头跟圆镜头 那圆镜头的话 主要是会有变焦的功能 可以主要去侦测一些 长距离的违规停车 那长镜头的话 就是处理违规停车以外的 违规项目 包含闯红灯 为情让行人 不移标线标志行驶 不移专用车道行驶 立项超速违规停车等 都是科技执法 可以执行的处理项目 大部分的民众 只知道路边站着的 射出照相机 但这些监视器还是得要认识 不论出事 知道要上谁调画面 或是避免被开罚 剩下万把块都大有用处 中天亚洲台 真的假的 为你解密 欢迎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